我的中狀的話,第一個是I,就是intermittent,就是陣線性 因為有一些病人他心裡不只能發作的話,並不是一直持續地發生 偶爾他可能連續一分鐘或五分鐘就停下來了 過了一陣子又開始發作 所以我們用這個intermittent,陣線性發作來描述他 第二個字的話就是P,就是persistent,持續性 有些病人他變得比較嚴重 他可能連續持續個十二個小時或十四個小時,甚至連續三天五天到一個禮拜 那病人會感覺上越來越不舒服 那第三的話就是Oscisto,就是心臟這個突然停止 可能連續一個兩秒三秒,甚至有的病人更長,然後一下子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A這個字來代表 那第四Dropbit,就是心臟的話呢,他是陣線性的這個停止 那蠻多病人的話呢,他來到心臟科的門診 他會告訴醫師說,他好像 我覺得心臟好像是停拍少了一跳,或是兩跳 這種就是所謂的Dropbit 所以我們用這個IPART或這四個字來代表 希望病人對自己的心理不整的話呢 有早期偵測自覺的症狀,可以早前來就醫